天啊 哈利路啊 各位兄姐 大家平安 哈利路啊 各位兄姐 大家平安 感謝主 端來我們的腳步 感謝主 帶領我們的腳步 來到安休聖日 來到了安息聖日 來做一筆神的聖誕 來主會敬拜神 我們一起聚集在神的聖殿來聚會敬拜神 做一筆進入主的安息 一起來敬入主的安息 來享受主的恩典 接著屬靈的道理 讓我們能夠彼此得到造就 再去修徒要用持續所有的 和我們來分享 上午小弟要以持守所有的 和我們來做分享 我們先一起翻開啟示錄第三章 啟示錄第三章 三百五十八名 啟示錄第三章 三百五十八頁 第七節 第七節 你愛撒嬌非立體非教育的書家說 那個憲結真實 鐵條臺灣收拾 開樓就沒人可以再關 關樓就沒人可以再開的說 我知道你的行為 你留下了一點的熱量 若然全收我的道沒有蓋著我的名字 看來我在你面前 讓你一個天氣的問題 是沒人可以關的第十節 我們看第十節 你既然全收我入內的道 我一直在普天下收七年的時候 保守你不用去你的這個七年 再一節 十一節 在啟示錄第二章第三章當中 那是記載著末世七教會的這個情形 其實對於我們現今的教會而言 這是非常重要的提醒 末世的教會會面對很大的考驗 末世的教會會面臨很大的考驗 但是我們應當持守在地球的教會裡面 但是我們應當持守在得救的教會裡面 所以在第三章的這段聖經 所以在第三章的這段聖經 記載著這個非立體為教會的情形 記載著非拉鐵非教會的情況 這裡這麼說 說那個聖結真實拿著大衛鑰匙的 說那個聖結真實拿著大衛鑰匙的 就是開了沒有人可以再關 關了沒有人可以再開的 其實這就是提到大衛鑰匙的 這就是基督亞蘇基督 其實拿著大衛鑰匙的這就指的是耶穌基督 也是基督亞蘇基督 以聖靈親主所設立的教會 也是指著耶穌基督他聖靈所親自設立的教會 是這間得救的教會 是一間得救的教會 因為得救的門 因為得救的門 在這間教會的手中 在這間教會的手中 這裡這麼說著 這間得救的教會 這間得救的教會 他到末世的時候 會面對一些科研 會面對一些考驗 因為外來的這個 算是氣連 因為外在的試煉 是越來越大 是越來越大 三對這間教會所顯出來的這個力量 相對一間教會所顯出來的力量 就是它的影響力 就是它的影響力 好像只有這點點而已 好比如同只有一點點 但是這間教會 卻是遵守神的道的教會 卻是遵守神的道的教會 不棄絕神的名的教會 不棄絕神的名的教會 它是這間得救的教會 它是一間得救的教會 這間教會是這種的情形 這間教會是這樣的情況 有時候我在想到 我們現今的真耶穌教會 有時候小弟想到 我們現今的真耶穌教會 與這間教會非常的符合 聖靈與我們同在 地球的門在這裡打開 得救的門在這裡給打開了 但是我們有沒有發現 我們好像越來越孤單 我們所持守的真理 世上的人不一定能接受 但我們依然不灰心 乃是因為神的保守 所以在第十節的地方 他說到佛天下受試煉的時候 他要免去你一切的試煉 更重要的 我們今天能夠稱作一間得救的教會 這裡這麼說著 除了聖靈的同在 我們持守神的道 我們也高舉神的名 沒有氣絕神的名 所以這是一間得救的教會 所以這是一間得救的教會 但是末世得救的教會 他所面對的一個考驗 是我們必須要去面對的 是我們必須去面對的 所以第十節這麼說 所以十節這麼說 你要遵守我忍耐的道 所以在這樣的大環境裡面 我們要持守道理 我們要持守道理 必須要忍耐 必須要忍耐 但是呢 他之前沒有這樣跟我們說 但是他進一步這麼告訴我們 一直一直這樣說 在十一節這裡這麼說 說我得到快來 我必快來 而且要持守所有的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 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 所以可見聖靈對非拉鐵非教會的指導 除了持守道理要忍耐去面對之外 除了持守道理要忍耐去面對之外 你要持守所有的 你要持守所有的 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 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 到底要如何持守所有的 到底要如何持守所有的 今天我們活在末世的世代 今天我們活在末世 提摩泰後書第三章這麼說到 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 那個時候人要專顧自己 自高自大 愛厭樂不愛神 到了末世這個世代 人都依人為主 人都以人為主 以人為本 不認識神 愛厭樂不愛神 貼貼禄貼的修用 體貼肉體的私欲 專顧自己 自高自大 看到現今以人為本的大環境 看到現今以人為本的大環境 確實人好像都很尊重每一個人的人權 但是人中間的倫理和道德 還有一個做人應當盡的本分 其實越來越淡薄 越來越淡薄了 所以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我們要如何持守道理 說起來不簡單 主耶穌也這樣告訴我們 主耶穌也這麼告訴我們 我們今天呢 並不是要離開世間 我們今天並不是要離開世間 世間人完全隔絡 與世人完全隔絕 這裡說到的 你要收我忍耐的道 這裡說你要守我忍耐的道 忍耐的道不是說委屈求全 忍耐的道不是委屈求全 或是隔絕不接受 或者是隔絕不接受 我們哪是要活在當中 活在當中來持守道理 在活在當中這個過程裡面來持守道理 這是主耶穌跟我們勉勵的 也是對我們的一種期待 我們來看約翰福音十七章 我們來看約翰福音十七章 約翰福音十七章 十七章我們看十四節 十七章我們看十四節 十五十四面 十四節 我已經將你的道輸給他們 世界又有現因 因為他們沒有修世界 這麼像我沒有修世界一樣 十五節 十五節 我沒有求你 求他們離開世界 只求你保守他們 脫離惡者 這是主要說 為我們為熟悉的人 在祈禱 這裡是主耶穌在為屬他的人 這麼禱告 簡單來說就是為我們在禱告 簡單來說就是為我們在禱告 正像我沒有修世界一樣 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 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罪的這個世界 所以我們看見這個罪的世界 是越來越敗壞 是越來越敗壞 按照聖經的語言 按照聖經的語言 最後 就比較會毀滅 最後必定會毀滅 所以對屬神的百姓而言 所以對屬神的百姓而言 我們會發覺我們和這個世界 越來越不同 但是耶穌將他的道士給我們 主耶穌這麼說著 我不求你 求他們離開世界 只求你可以保守他們 脫離惡者 只求你能夠保守他們脫離惡者 如果我們能跟這些惡的東西隔絕 我們好像就保守了 但是耶穌沒有這樣說 但主耶穌不這麼說 耶穌說他們永遠要在世界 耶穌說他們依然要在世界 但是在世界要如何呢 但在世界要如何呢 我們來看十八節 約翰福音十七章十八節 這裡主耶穌這麼說到 你怎麼猜我來到世界 我也照樣猜他們到世界 耶穌來到世界 他說我就是世上的光 要將真理鑽明出來 所以我們今天屬耶穌基督的人 所以我們今天屬耶穌基督的人 所以說我們不是要離開這個世界 乃是要進入這個世界 借著耶穌基督的道 來分別為聖 所以其實我們在信仰中間 所以其實我們在信仰當中 我們並不是離開世界 我們並不是離開世界 有人這樣說 有人這麼說 我們基督徒 我們基督徒 是不接這個世間的事 是不管這個世上的事 世間的政治 世上的政治 我們也不用管 其實聖經裡面沒有說 世上的事我們不用管 其實聖經裡面沒有說 我們世上的事都不用管 在罪惡的這個世界裡面 在罪惡的這個世界裡面 我們要如何分別為聖 我們要如何影響這個世界 我們要如何影響這個世界 講述世上的鹽 講述世上的光 成為世上的鹽 世上的光 這才是我們的責任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的 記錄第三章的時候 所以當我們翻回 启示錄第三章的時候 在第十一節這裡這樣說 在第十一節這裡怎麼說 說我必快來 你要持守所有的 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 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 這裡說你要持守所有的 這裡說你要持守所有的 所以在我們屬神的百姓的身上 所以在我們屬神的百姓的身上 我們活在世上的時候 到底神給我們什麼 到底神給我們什麼 神要我們持守什麼 神要我們持守什麼 所有的這個持守 所謂的這個持守 不是說把它放起來 不是將它藏起來 持守乃是要拿著 要將它走出來 要將它行出來 所以道理並不是說 我今天不犯就好了 所以道理並不是說 我今天不犯就好了 就用消極的這個風險 用消極的方式 說反正我沒有做犯罪的事情 反正我也沒有做犯罪的事情 聖經這些規定的事情 不能做我都沒有做 聖經規定不能做的事情 我都沒有做 如果是這樣 要如何進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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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亞洲給我們表明的道理 所以耶穌向我們表明的道理 叫我們要持守所有的 因為祂應運 因為祂應運 有的還要交給祂 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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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祂所有的都要奪走 所以持守所有 很重要的是 要把所有的走出來 很重要的是 要將所有的行出來 所以亞洲說了一個比喻 所以耶穌說了一個比喻 按財干受責任的比喻 這是我們所熟悉的 我們來看馬太福音二十五章 我們來看馬太福音二十五章 馬太福音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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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九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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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祂如果有的還要交給祂 讓祂有春 沒有的念祂 所有的都要讀過來 這裡聖經這麼說到 說如果有的還要交給祂 凡有的還要交給祂 叫祂有餘 沒有的念祂所有的都要讀過來 沒有的連祂所有的也要讀過來 當然在這個比喻裡面 領五千領兩千 零五千零兩千 他們都是中心的福音 主人交代給他們的時候 叫祂要去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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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真的又去賺五千 又去賺兩千 他們就真的又去賺五千 又去賺兩千 他是中心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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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裡一千的呢 他就把一千藏起來 他卻把一千藏起來 到主人回來的時候 到主人回來的時候 他就告訴主人 我就是害怕你啊 我就是害怕你啊 你沒有養的地方也要俱練 沒有的地方你要俱練 你沒有養的地方也要收割 沒有種的地方也要收割 所以我很害怕 所以我很害怕 所以我就把這個藏起來 就將這個藏了起來 主人很不高興 主人很不高興 你如果知道這樣 如果你知道這樣 你應該把這個一千 拿去賺銀錢的那裡 那麼你應該 將這一千拿去兌換銀錢的人那裡 你到最後我來的時候 可以連本代曆拿給我 到最後我來的時候 可以連本代曆收取回來 所以主人對這個領一千的 所以主人對這個領一千的 他要求不高 他要求不高 只要你好好運用 只要你好好利用 即使你把這個賺銀錢的那裡就好了 即使你把他放在兌換銀錢的人那裡 你賺一點點 這個利息錢就可以了 你就賺一點點利息就夠了 你要有貼匯 你要有智慧 你不是把它藏起來了 你不是把它藏起來了 其實才這樣說到 其實這裡這麼說到 有的還要交給他 有的還要加給他 當然主人又把一千拿給那個領五千的 當然主人又把一千的 拿給這個零五千的 我們要像做五千做兩千這樣中心 所以我們要像做五千做兩千的 這樣子的中心 其實這個比喻 其實這個比喻 焦點是在那裡一千的 焦點是在那裡一千的 這個領一千的 這個領一千的 對 這二十九十才這樣說 在二十九節這裡這麼說 下半節 說沒有的 沒有的 念一所有的 連他所有的 也要躲過來 這句有的有問題 這句話的問題 為什麼我說有問題 為什麼我說有問題呢 沒有的 沒有的 沒有就沒有啊 下面這一句 說念一所有的 連他所有的 我們說這個領一千的 我們說這個領一千的 它到底是有還是沒有 它到底是有還是沒有 這結論是說它沒有的 結論是說它是沒有的 念一所有的其實它有 連他所有的其實它有 它就是有一千 它就有那一千 為什麼領一千的 會變沒有的呢 為什麼領一千的 會變沒有的呢 因為它看不到自己的一千 因為它看不到自己的一千 它沒有了解說 它所領受的這個寶貝 到底是在哪裡 它不了解 它所領受的這個寶貝 到底是在哪裡 今天我們說 我們是得救的真夜所教會 今天我們說我們是得救的 這一處教會 如果我們看不到 我們所有的 如果我們看不見我們所有的 甚至有時候會覺得我們的 開了一點點的時候 甚至有時候覺得你的 力量微小的時候 好像沒有了 你看不到你的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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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發揮你的一千 你沒有發揮你的一千 到最後這一千就沒有了 到最後連這一千都沒有 所以難怪 為什麼聖靈 要跟這個飛勒鐵飛 教會這樣說 所以難怪聖靈 要跟非他鐵飛教會這麼說 雖然它是一間得救的教會 雖然你是一間得救的教會 但是你要持守所有 但是你要持守所有 如果你看不到你的會 如果你看不見你所有的 沒有將它發揮出來 沒有將它發揮出來 那麼到最後 連你有的都不見了 所以今天我們要持守所有的 應該要了解 我們今天到底有什麼 我們今天到底有什麼 我們說我們有真理跟我們同在 我們說我們有真理與我們同在 但是真理要如何表明出來呢 但是真理要如何表明出來呢 是不是把它藏起來就好呢 是不是將它藏起來就好呢 我們是要讓世人能夠看得見 我們是要讓世人能夠看得見 我們跟他們不一樣的地方 到底是在哪裡 我們與他們不一樣的地方 到底在何處 我們最近公投這個案題 最近公投的案題 我們教會裡面 最近最熱門討論的議題 成為教會當中最近最熱門討論的議題 因為大法官 在五月二十四號 在五月二十四號 市縣 市縣 七百四十八號 七百四十八號 當中談到我們的民法 當中談到我們的民法 對於婚姻的定義 對於婚姻的定義 違法了 違背了 立法的法律 就是憲法的精神 違背了憲法立法的精神 因為同性的議題 因為同性的議題 還有認為人性平定 還有認為兩性平權 這個兩性中間的 這個人權的考量 兩性當中人權的考量 這個丈夫跟妻子 不一定是這樣 不一定是如此 所以同性戀 所以同性戀 如果要結婚 他們若要結婚 這是人的基本人權 這是人的基本人權 不能用這個民法 婚姻一年一路的 這種規定來約束因 不能以民法婚姻一男一女的規定 來約束他們 所以這是違背靈權的 說這是違背人權的 違背普世的價格 違背普世的價值 解釋後之後 這兩年以來 兩年之內 必須要修法 必須要修法 因為大法官已經這樣解釋了 所以 一些基督教的團體 一些對倫理道德 對家庭觀念 對家庭觀念 重視的這些人民 因為法國說這樣不對 他們發現這樣不對 同性戀 只不過是佔兩%三% 只不過佔總數的二到三個% 大部分的百姓 都是在倫理道德的這種觀念裡面 都還依然在倫理道德的觀念裡面 所以要用兩%三%的人 所以要以兩到三個%的人 把所有的婚姻的價值 來與所有婚姻的價值 傳統婚姻的這些觀念 傳統婚姻的觀念 都把它推翻去 推翻了 這是不對的 這是不對的 但是呢 感謝主 但是感謝主 立法院過了公投法 公道法 立法院過了公投法 降格了這個門檻 降低了門檻 其實讓這些愛家的 愛家的這些佩生 其實讓這些愛家的百姓 基督徒 基督徒 怎麼可以破壞 神所設立婚姻的制度呢 說怎麼可以破壞 神所設立婚姻的制度呢 這才是剖世的一個價值 這才是普世的一個價值 變成讓少數人來推翻它 變成讓少數人來推翻它 所以這個公投法 降格了 所以公投法降低之後 為了要突顯這個禁禮 為了要突顯真理 就是家庭倫理的這個禁禮 就是家庭倫理的真理 所以就提了這個三個案 所以就提了三個案 就是我們現在說的第十案 第十一案和第十二案 就是我們現在所提第十案 十一案跟十二案 第十一案就是為了 第十一案就是為了維護婚姻家庭制度裡面 家庭是一男一女的制度 這非常的重要 這非常的重要 第二案 第二案 就是現在同性的教育 就是現在同性的教育 已經簽入了校園 甚至國校的學生 甚至國小的學生 教導他們兩性之間 性的關係如何進行 甚至跟他們說 甚至告訴他們 你們也可以自己選擇 要做男生或是女生 把這樣的權利 交給不懂事的孩子自己去做決定 所以這對我們而言 宗教教育 倫理道德的教育 完全推翻了 所以不應當為這些未成年的孩子做性別教育 這是應當要堅持的 有的人這樣說 有的人這麼說 我們教會都不參與政治 公投法 這是政治的行為 我們不用去抖 我們不需要去投票 我們剛剛談過 這不是政治的問題 這關乎真理的問題 這關乎真理問題 今天我們所領受的真理 今天我們所領受的真理 我們必須要能夠表達出來 我們必須要能夠表達出來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教會中間的 這個中政府這個人團圖 其實教會的長職負責人傳道 也做了很多的討論 也做了許多的討論 後來發覺 我們必須要站出來 我們必須要表明 我們必須要表明 表明真理的立場 表明真理的立場 如果我們沒有這樣表明 大法官這麼解釋之後 兩年之後 整個環境都變了 現在沒有家庭的觀念 沒有男女的觀念 我們傳統的倫理道德 我們傳統的倫理道德 五倫五雄 五倫五常 這些價值觀 都瓦解了 接下來的影響是什麼 家庭的破碎 到最後我們所擔心的 整個大環境 是越來越罪惡 是越來越罪惡 因為罪已經遮蓋了這個世界 原本多數人的價值觀 卻被少數人來推翻 卻被少數人來推翻 為什麼這樣 為什麼如此呢 我們知道人都是體貼軟弱的 我們知道人都是體貼軟弱的 都是同情弱者的 都是同情弱者的 所以我們會認為 這是他個人的關係 我們會認為這是他個人的關係 所以我們會同情他 所以其實現在 這是同情的議題 其實現在這個同情的議題 同情的議題 認同的人比率也算很高 認同的人比率也算高了 有差不多四成左右 有大約四成左右 其實這些人 為什麼會去認同同情 這些人為什麼去認同同情 甚至認同這個立法 甚至認同立法 來保障他們 乃是用這種同情的心 乃是用著同情的心 並不是認同的心 並不是認同的心 但是因為不瞭解 但是因為不瞭解 因為這個有一個影響 這個方面的影響 會影響到我們整個大環境 會影響到我們整個大環境 所以我們是有真理 跟我們同在 我們是有真理與我們同在 我們今天有聖靈跟我們同在 我們今天有聖靈與我們同在 我們看清楚這個大環境 我們看清楚這個大環境 我們應該知道 要如何面對得到 我們應該知道 要如何面對才對 不是說我今天改期 改期好就好了 不是說我今天 至少我們簽選 但是我們知道 但我們知道 當環境 是變成這樣的時候 當環境變成這樣就好了 我們的孩子 和小孩子的孩子 做會生活 我們的孩子 與世人的孩子 一起生活 大家都認為這樣 大家都這麼認為 難道他不會受影響嗎 我記得當孩子的時候 我記得當孩子的時候 當時在學校讀書 大家都說男女瘦瘦不親 大家都說男女瘦瘦不親 男女有別 男女有別 長幼有序 這倫理道德是共同的一個價格 我會覺得我和其他的同學 小弟會覺得我和其他的同學 感覺比較接近 感覺比較接近 我覺得感謝主 我在那個時候 可以在那個環境保守裡面 小弟感覺 感謝主 我在當時能夠在這個環境的保守裡面 但是呢 現在我們來看 但現在我們看 今天我們的兒女 今天我們的兒女 面對世界才會貂流 面對世界這些潮流 他們的感覺應該會越來越孤單 他們會覺得他們自己越來越孤單 甚至他會懷疑 甚至他會懷疑 懷疑我所堅持的是不是對 懷疑我所堅持的是不是對 因為大家都這麼認同 婚前兩性的行為 一般世人認為你情我願就可以了 我們卻是非常神聖的 我們卻是非常神聖的 除了夫妻之間的關係之外 其他的兩性關係 都是堅飲 所以我們看他們面對這樣的挑戰 如果婚姻的民法 也更改了之後 我們看 要維護這個國家 這個社會 這個倫理道德的約束 要按照下來 要維護這個國家這個社會 倫理道德的約束力要從何而來 所以我們就知道 所以我們就知道 或許末世的潮流 我們無法避免 但是我們做基督徒的 但是我們身為基督徒 我們所顯出來的是什麼 我們所顯出來的是什麼 昨天晚上曾長老 談到我們是世上的鹽 主耶穌說你們是世上的鹽 鹽的功效是什麼 鹽的功效是什麼 是調和 鹽的功效是什麼 鹽的功效是什麼 讓這些東西不會那麼快敗壞 所以有豐富的功能 所以它有防腐的功能 所以我們基督徒在世上 所以我們基督徒在世上 是扮演這個鹽的這個角色 是扮演鹽的角色 這是亞蘇跟我們說的 這是耶穌告訴我們的 你們是世上的鹽 你們是世上的鹽 但是亞蘇真是沒有跟我們說 但耶穌進一步告訴我們 你們是世上的光 你們是世上的光 我們今天是世上的光 我們要如何將這個光發出來呢 我們看馬太福音第五章 我們來看馬太福音第五章 馬太福音第五章 十四節 十四節 你們是世上的光 聲做在山頂是不能溫宗的 南頂頂沒有放在島底下 是放在頂台頂 就照亮了一家人 十六節 你們的光由當今有照在人的頭前 叫他們看到你們的好行為 變成影響整個你們在天頂的白 主要是這麼說 主要是這麼說 你們是世上的光 你們是世上的光 光沒有藏起來的 光沒有藏起來的 要表明出來 要表明出來 什麼是世上的光 什麼是世上的光 真理就是世上的光 真理就是世上的光 真理要藏到我們的身上 把它發出來 真理要藏著我們的身上 讓世上能看得到 要讓世人能夠看得見 什麼是真理 什麼是真理 其實我感覺現在是世上的光 其實小弟覺得現在的世人 真的很可憐 真的很可憐 其實我們華人 這個倫理道德 其實我們華人的倫理道德 還有家庭觀念 還有家庭觀念 其實都是非常重視的 其實都是非常重視的 這最原本的是什麼 這最原本的是什麼 所以天地君親師 這是人常的一個觀念 這是人常的一個觀念 靜天 但是到了這個世代 一般的人拜神 一般的人拜神 已經失去了靜天的動機 拜神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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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倫理道德還存在 但倫理道德還存在 靠著倫理道德 靠著倫理道德 要來對抗末世的調流 要對抗末世的潮流 真的有困難 實在是有困難 所以有時候問這些沒有信主的人 所以有時候問這些沒有信主的人 你們認同同性戀嗎 你們認同同性戀嗎 他們說他們很可憐 他們說他們很可憐 相愛沒辦法結婚 相愛沒有辦法結婚 讓他們可以結婚也沒關係 這是他們的事 讓他們可以結婚也無妨 那是他們的事 這是我們現在普世的價格 這是我們現在普世的價格 這是人權 這是人權 所以他們站在同情的角度 所以他們站在同情的角度 但是你如果真是不跟他說 但你如果進一步問他 如果你的兒子你的女兒 如果你的兒子你的女兒 是同性戀 是同性戀 你接受嗎 你接受嗎 你生人看的大人都很正常的 你從小看他長大非常正常 因為他的朋友的影響 因為他朋友的影響 因為他朋友跟他比較好 因為他朋友跟他比較好 是同性的 是同性的 他告訴你 他是女生說 我要和我的女朋友結婚 他是女生告訴你說 他要跟他的女朋友結婚 這個為人父母的願意接受嗎 他這時候就跳出來反對 這個時候他就跳出來反對 所以人都是看表面 沒辦法看到他 裡面真正的問題在哪裡 所以人都是看著表面 沒有辦法看到他 裡面真正的問題在哪裡 環境對我們的影響 真的 有時候不是靠著聖靈 靠著真理 我們沒辦法抵擋 真的有時候不是靠著聖靈 真理是無法抵擋的 今天也不是說我們更厲害 今天也不是說我們更勝一筹 那是因為神 將這個真理賞賜給我們 將他的聖靈 將他的救恩賞賜給我們 讓我們可以了解 明白我生這種的威脅 對我們是否定在哪裡 讓我們可以了解明白 末世這樣的威脅 對我們是何等的大 世上不相信神的人 他們看不到 他們看不見 今天我們認識神的人 知道道理的人 我們看得到 所以我們應當要站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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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我點點就好 不是說我沉默就好 要讓世的人 可以真的看得到 要讓世人能夠真的看見 當然 這第十案 第十一案 當然第十案 第十一案 按照真理來說 我們應當要更同意 如果按照真理來說 我們都應當投同意 那麼應當要去影響更多人 我們也應當要去影響更多的人 因為很多人都有這種認知 因為許多人都有這樣的認知 再來第十二案 接下來第十二案 這有一個問題 這有一個問題 這十二案到底下道理還是沒有下道理 十二案到底合不合乎道理 有的人這麼說 為同性婚姻立特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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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若投同意的時候 我們若投同意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認同意 那麼我們是不是認同他 我們是不是違背真理 是不是違背真理 其實這個問題我也想很久 其實這個問題小弟也想了很久 因為這對這些團道人 還有這些統治來說 因為這對傳道人對長職而言 也產生很大的矛盾 也產生很大的矛盾 但是陳長老又遙傳道 我本身我也認 我經過了解他後 曾長老遙傳道 還有我本身經過了解之後 我跟他說 這個案一定要重同意 我認為這個案一定要投同意 因為知道 因為知道 大法官說這個民法是違背 憲法的 大法官解釋民法是違背憲法的 大法官解釋民法是違背憲法的 這748號的這個釋憲案 748號釋憲案 那如果更兩年以後 兩年之後 兩年之後 這個法沒有改 這個法沒有修改 到最後當成就是 就是民法中間的婚姻一年一路 這就要被推翻掉了 到最後民法中間的一男一女 所以愛家公投也了解這一點 所以愛家公投也了解這一點 所以跟卸了這個第十二號案 所以設了這第十二號案 要以民法以外 要以民法以外的 另外的形式 以另外的形式 來保障同性的結合 來保障同性的結合 和他們的管理 和他們的權利 把他們放在民法裡面 不將他們放在民法裡面 就是不去修民法 就是不修民法 這個案 我們把它當同意的時候 這個案我們投同意的時候 有一些傳道人 有一些長職 有一些傳道人 一些長職 就認為說 這樣就是認同同性戀 認為我們這樣就認同同性戀 當然我們今天屬神的百姓 當然我們今天屬神的百姓 我們應當要有屬靈的智慧 今天這個案通過 今天這個案通過了 真的是認同同性戀嗎 真的是認同同性戀嗎 絕對不是 哪有可能認同同性戀 怎麼會認同同性戀 但是呢 在這個同過以後 它所保障的是什麼 它所保障的是什麼 保障的是不用改民法 是保障的是不用修改民法 讓我們的倫理道德還可以存在 讓我們的倫理道德還能夠存在 還能夠與真理比較接近 我們不是認同同性戀 我們不是認同同性戀 我們乃是認同立了這個法之後 有了一個界線 讓我們可以清楚 這是不對的 這是不對的 其實這 我們如果回到聖經裡面 這個 錄法的這個真理 其實我們如果回到聖經裡面 律法的真理 我們更加能夠了解 我們更加能夠了解 今天立這個法 今天立這個法 其實它的目的 其實它的目的 不是說要突顯這個真理 不是說要突顯真理 那按照這個保障所說的 如果按照保障所說的 如果按照保障所說的 律法的設立 是要讓人知道罪 是要使人知道罪 是要把罪分出來 是要將罪分出來 我們來看羅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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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書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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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百十二頁 兩百一十二頁 我們看十九節 我們看十九節 十九節 我們知道 陸法天明的位 都是對陸法以下的人說的 和他族各人的嘴 叫剖世的人 都拍到神的心盼 二十節 所以既然有客氣的 沒有一個因為陸法 可以在民情情義 因為陸法本是叫人知道做的 按照保障所說的陸法 他的公用 如果按照保羅談到律法的功用 我回頭去看這個十二的案 我回頭去看這十二案 我感覺說 哇 這個案剛好而已 小弟覺得這個案剛好而已 因為他如果立了之後 因為他如果立了之後 把同性戀 和一般人所說的倫理道德 就是競天愛人的這個道理 把它崩潰了 把我們 把同性戀跟我們一般所談 倫理道德 敬天愛人的這個道理 給分開 它所凸顯的 它所凸顯的 是這邊的真理 是這一邊的真理 你的功用 它的功用 是讓人知道這麼多 是使人知道這不對 知道這不對 所以我們就知道 所以我們就知道 其實這些同性戀的團體 他們沒有認同這條 他們不認同這條 他們說你們這樣 一樣是歧視我們 他們認為你們這樣 一樣是歧視我們 我們怎麼會在這裡面 我們跟你們一樣 我們和大家都一樣 這是我們的管理 這是我們的權利 所以他們在這個十五案 所以他們在第十五案 他們後來就提出了 後來就提出了 不可以立專法 十四案吧 就不可以立專法了 十四案就提出 不能立專法 直接改民法 直接修改民法 就是對我們的歧視 因為你立專法 就是對我們的歧視 所以這就成為了 一個很大的爭論 所以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清楚地去了解 我們可以清楚地去了解 我們知道我們的立場是什麼 我們就知道 我們的立場是什麼 其實我們是不是歧視同性戀 其實我們是不是歧視同性戀 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 因為他們也是人 因為他們也是人 他們也是神所造的 在同性戀 可以信耶穌嗎 同性戀可以信耶穌嗎 同性戀可以信耶穌嗎 當然可以信耶穌嗎 當然可以信耶穌 有人就問隊 有人問傳道說 同性戀可以信耶穌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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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個罪人uste 但是 但是 可以信耶穌 他必須要悔改 必須要悔改 必須要認罪 必須要認罪 小弟真的遇到一个案例,有一个木道朋友,一个小姐,生病之后来教会木道,他也很认真追求,后来得到圣灵,他也体会到耶稣的恩典, 他的病虽然没有完全得到医治,但是他感受到神的能力,得到圣灵之后他感觉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他要洗礼,要洗礼之前,因为我们都会去了解, 后来跟他对谈的时候,当然年轻还没有未婚的小姐,一般传道人,或是福音祖,或是长职,面对他们要洗礼的时候, 他们都会问一些问题,就是感情的问题,婚姻的问题,你是不是有结婚,有没有男朋友, 你们现在的情形是如何,你们现在的情况如何,我过去也没遇到,小弟过去也曾遇到,有一对男女朋友来木道,结果他们是同居关系,结果他们是同居关系, 结果两个都得到圣灵了,两个都得到圣灵了,想要洗礼,传道就告诉他们,你们如果要结婚,你们要结婚后再洗礼,还是说你们今天洗礼以后,要保持圣洁,绝对不可以再发生关系,不能再同居了, 你要不要接受,你要不要接受,你如果愿意接受就这么做,洗礼才有功效,如果你们这个同居的关系,如果同居的关系,你没有做一个分别,你就犯了奸淫,犯狗盒了,你就犯了奸淫跟狗盒了,讲清楚最重要,刚刚所谈到的木道朋友,这位小姐,问他之后,他就说了, 他就说了,他是一位双性恋者,他是一位双性恋者,他有男朋友,他也有一位同性的女朋友,他也有一位同性的女朋友,这就复杂了,他讲到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谈到他为什么会这么做,那不是他愿意的,那不是他愿意的,就是这位女性朋友,他本身就是同性的倾向,他本身就有同性的倾向, 两个很好的,是密友,是密友,这样就变成发生了关系,后来就告诉他,你必须要了解,圣经的道理就是这样, 你必须要了解,圣经的道理就是这样,因为夫妻的关系,因为夫妻的关系,他是神所设立的,他是神所设立的,他所预表的就是神与人的关系,就是神与教会的关系, 哪有那个一个头,一个神与两个头的呢,哪有一个头两个神与人的,这都是不对的,更重要的,今天,丈夫是头, 妻子是身体,他所预表的,就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所以婚姻在神的眼中,所以婚姻在神的眼中,他所预表的,是神神圣的,是神所祝福的, 你若了解这个道理,你若了解这个道理,你若持守就有福气了, 要这个姊妹后来洗礼,这个姊妹后来洗礼了, 同信念一样可以信耶稣,只要道理明白,只要清楚了解, 这样,我们就要在神的恩典中间,来体会神的能力,来体会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在今天上午的道理里面, 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 我们今天将真理表明出来, 要让世人能够知道, 一方面对我们自己而言,也是一种造就, 所以我说公投这件事, 我们能够借着这个机会, 我们能够借着这个机会, 在道理有更深入的思考, 更深入的学习, 我们先不谈公投的结论是什么, 相信我们听着这个机会, 相信我们弟兄姊妹, 对婚姻的真理, 对婚姻的真理, 有更清楚的了解, 有更清楚的了解, 对这个, 要定这个法律的这个政行, 对于立法的情况, 我们可以有属灵的眼光, 看得更清楚, 我们认同十二号案, 我们认同十二号案, 不是认同同性戀, 不是认同同性戀, 因为立法是要让人知道多, 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律法要将罪分出来, 让人知道什么是对, 什么是不对, 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是非, 所以, 他绝对不是认同同性戀的律法, 所以, 他绝对不是认同同性戀的律法, 我们要了解他, 我们若了解之后, 我们今天要做世上的光, 我们要去影响, 我们就要去影响, 影响我们周围的人, 我刚才有说到, 小弟刚刚谈到, 大部分的人, 这些还未信主不认识神的人, 其实他们受伦理道德的约束, 他们也受大环境的影响, 他们也受大环境的影响, 他们分不清楚, 但是真理的光在我们身上, 真理在我们身上, 我们要让他发出光来, 让他们可以看出他们的问题在哪里, 让他们也可以做正确的选择, 10、11、12, 都要重同意, 14、15, 都要不同意, 这就是这次公道, 我们应该有的真理立场, 我们应当有的真理立场, 愿主赏赐我们属灵的智慧, 能够来面对, 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 所以如果我们 du替主赏, 快和nai Estrella,